開會開始 向大會報告 今天上午的議程是繼續市政總質詢 請今天第一位質詢的議員 曾議員俊傑進行市政總質詢 曾議員請發言 謝謝主席 還有我們在場的市府團隊 我想 1月6日 8月以後 可以說是看守內閣 也可以說也是市務官的聯盟 我想在這兩位 雖然不能決定什麼重大的決策 但是延續的市政建設 一定要繼續 我想我們陽明州代理市長 在6月的時候 就有對媒體發布說 你在這兩個月 以防汛 防台 還有防疫 為首要目標 大家都知道 我們高雄的地理環境的關係 現在夏天就是要防訓和防台 還有當前的防疫也很重要 那我想我們的新冠狀病毒的疫情 也是趨緩喔 其實也是境外移入的 我相信我們國內 就比較不會有疫情的發生 那我想 在這兩個月 也是一個 算了現在 落後美雨季節 或是颱風季節 那像之前的5月23號 那個大雨 就造成了 我們七弦 岩城區的淹水 岩城區的淹水 我相信這是我們 那時候歸咎是因為是人為的因素啦 因為人 那一棵會打的 不知道 包括 之前 陳親戶那個保育的致容室 為什麼會抹出來 結果也是 因為人為的因素 他抹了結果他沒有把水再抽一百尾 那我希望說在這段期間 到8月15這段期間 如果真的有下雨 是不是說我們的市府團隊 一定準備好了 這些人為因素 不會再發生 來是請代理局長答覆一下 是不是在這邊可以保證 公務局 黃代理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曾議員 我們在這一次的訊息之前 其實都有做多次的一種 防災的檢視 還有演練 那針對這個岩城區 這次機嫌抽取站 發生的問題之後 我們更加強了 這一個一些設備 老舊設備的一些檢視 那我們這些老舊設備 我們都有定期保養 但是他在運轉過程當中 還是會有可能發生一些狀況 所以我們針對這些資訊 局長 那那麼多 現在也做了很多的自容詞 是不是說在操作方面 我們是不是有SOP的作業流程 平常是有在演練嗎 剛才有什麼情形 我們要做什麼處理 跟議員報告 我們其實在自容詞的部分 正常的這種重力排的這種自容詞 比較就不需要人為去操作 那像議員剛剛提到的 像我們的這個保業李治宏池 本河李治宏池 就是必須要做一些人為的一些抽牌 所以這個部分 每年都有按照這個期程去做演練 包含人員的教育 還有機械設備的巡檢 那今年度我們也在這一段時間 更加強了很多次 包含我們局內的一些主管 再加強去督導 還有這些廠商的主管 也加強去督導這個所有的這個過程 我希望你也是很有經驗 那我希望說在這一段兩個月的期間 可以好好的看守高雄市 我們想請我們的代理市長 是不是可以在這裡做一個保證 在這裡兩個位來 可以把這種防汛的工程做好 讓我們高雄市民安心 來請代理市長答覆一下 蔡代理局長請坐 請楊代理市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俊傑議員 對於我們防汛的關心 那陳如我們剛剛水利局 我們的代理局長說的 在SOP都有了 但是要怎麼樣能夠落實 那麼就有賴有一些層層的節制 包括廠商要怎麼做 至少我覺得那個天災 是我們無法預期的 你現在極端去 但是我們零有的收費 我們一定要等於是零 這應該是重點 對 現在就是要跟議員 包括就是說 這一個極端氣候 我們沒有辦法能夠去控制 但是要怎麼樣減少人貨 所以這一個部分 我們的這一個防災的SOP 就一定要去落實它 除了這個SOP以外 我還要求我們的水利局的同仁 還有包括我們公務局 有一個層層要節制 廠商應該要做什麼 廠商然後上來的我們基層的 我們的監工要做什麼 課長主管要做什麼 有一個三層的一個巡索的一個機制 那市長請坐 再來我想就是講那個防疫的問題 我想我們的新冠狀病毒 在這陣子來一定有趨緩 在我們高雄市不是只有防疫 還有登革熱 還有最近我們高雄市也出現 和他病毒的個案 我相信這都是很重要 那這個新冠狀病毒漸漸趨緩 我們可以看到在端午連假 這四缸 可以說是大家人都悶壞了 所以這四缸的連假在各個景點 那人真的是怕到 你光是不餓就有五萬個人次 我們高雄市很多觀光景點 包括紅毛港文化園區 也是創下農曆年後的新高 英國的影視館鳳梨書院 然後其山的糖廠故事館 鳳梨工廠等等 這人數都是暴增 我想觀光人潮回流是好事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的市民 可能對這個防疫可能有一點鬆懈 在外面根本就沒有戴口罩 也沒有保持社交的距離 其實這是很怕是一個防疫的破口 要等一下一個人確診 在這個聚集人潮的地方 我看我們這個就會再衍生出來 是不是說我們這個市府團隊 或是在簽我們這個代理市長 像這個大家都悶壞了 只要有假日或是連假 然後各個景點 人都坐得好像痠 那如果都沒有 因為我們去看也都沒有戴口罩 也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但是如果有一個人確診的話 在這個人群當中 我看後果是不堪設想 像這個 我想要問我們代理市長 像這個我們有什麼看法 來 請市長答覆一下 請楊代理市長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就陳如剛議員說的 在端午連假 我們博二 總共湧進了大概有五萬的遊客 五萬個 超過五萬 那麼在這個防疫 還不能鬆懈的情況之下 我們在每個禮拜一的 這個防疫匯報裡面 我都是希望透過我們的媒體 能夠呼籲我們的市民 甚至於國人 雖然這個疫情有比較緩和 但是大家千萬不能夠鬆懈 也就是說 還是要落實防疫的新生活 這個維持一個距離 當你不能夠維持這個距離的時候 就必須要戴口罩 這樣是一個 戴口罩啦 勤洗手 一定要內化到自己的生活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真的非常地謝謝 我只是看 都沒有再宣導 我覺得還要再加強宣導 我覺得他們有點 市民好像有點鬆懈了 好像說好像覺得沒事了 其實是很危險的 潛在危險 很危險 如果真的像我想的這樣 這個我們市民團隊 我們會再加強宣導 就是說我們的市民 然後甚至說我們的 也是要跟他們告知 說我們也是要注意 雖然是零確診 但是也是要注意 好不好 是 好 再來我要講這個 我剛剛要講 我們的高雄不是只有要防疫而已 還有登革樂 我太想登革樂 在我們韓市長的團隊 那時候很認真 所以造成沒有很大的改善 那這個 和他病毒 到今年六月中旬 跟我們國有出現的武力 也是歷年的高峰 我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那個和他病毒現在的狀況 我們高雄市府 到底是有掌控嗎 來 請那個代理市長答覆一下 請楊代理市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我們這個防疫 防疫有包括 在現階段有包括三大部分 當然第一個就是新冠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的登革樂 再來第三個就是我們的 漢他病毒 時間的問題 你簡單答了一下 你說這個漢他病毒 我們有10% 我們在每個禮拜一的防疫會報 除了新冠以外 我們有增加 對於漢他病毒出血熱的 這個會報 那麼相關的局處 對於包括教育局的學校 營養午餐 學校的廚房 那還有社區 精華局的市場 夜市 都有列入這一個稽查 還有消毒 所以目前全台灣裡面有八例裡面 高雄目前是還維持 五例的這個狀態 我們就全力在防止這一個 媚蜀的這個運動 是 應該是有控制住 目前情況是這樣子 那請坐 我相信我跟他說 我們這個代理團隊 我們看守內閣 說我們現在最大的目標 就是防汛 防台還有防疫 我相信還有一項就是 我們八月十個市長會選起了 那我也相信可以 如期的順利的進行 我不會在這裡也要請代理市長 來 你在這裡可以保證一下 你的團隊裡面在這次的選舉 一定會保持最中率最公平 來 請市長答覆一下 請楊宗代理市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個我在議事庭裡面 從我們的總執行開始 我就一直呼籲 然後另外在我們內部的市政會議 也都是一直要求我們的文官 一定要嚴守行政中立 這個部分 我自己本身這樣 我也要求我們的同仁這樣子 希望要做得到 好 那希望你們的代理團隊 在這兩個月當中 可以好好把市政做好 把這四大目標做好 這樣是最好 再來我想要講的就是 我們鐵路地下化 我想 鐵路地下化之後 後面有很多工店都要來做 那很多路橋 天橋 地下道 也一定都開拼了 我像我們的民族路橋 跟中國高架橋還沒拼 那 但是只拼了之後 其實在這六級的 變成路面的 其實在上下板也是還會拼了 那我們公務局 也有說在這一條沿線裡面 有分三個計畫 一個是左營計畫 然後高雄計畫 還有風山計畫 這三個計畫裡面 有說 藍、南、北、相通的 都會 都會收通 那 在公務局規劃有39條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 除了這些路橋之後 還有多少條還沒有打通 阿黨是可以打通 我想這個是請教我們的公務代理局長 請公務局黃大理就要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甄議員 我看那個園道的這一個部分 目前是爭取到中央20.3億的這一個經費 分成九標 另外再加一標那個附屬設施 總共10標 現在目前全部都開工在施工中 那原則上那個就是貫穿 這一個鐵路廊道的這一個 交通的這一個路徑會並著這一個工程來施作 那 石標的這一個工程從 都有如期嗎 都有如期嗎 會在明年底會完成 全部都會打通就對了 對對對 我需要快一點 因為你真的你如果不靠這裡小條來疏通這個流量 不然也是一樣都打了 對 希望你的進度要趕快 那我再請教一下 這個民族路橋跟中博高架橋 到底什麼時候會來 民族路橋的部分 目前交通上的這一個分析 是把這一個機車 他現在本來民主流 沒計沒要聽 現在要聽了 是好像要聽那個機車的部分 那個主橋沒有要拆嗎 沒有拆 什麼時候要拆 這一部分 第一個是跟中央也在申請補助 那另外新工現在在做這個細部設計 那要看細部到位 對 可能要看經費到位的這個時間來確定 那至於中博高架橋的這個部分是 就是鐵工局他們會去處理 預定是在明年初會來拆除 那我希望市民想要知道 就是說這個時間的問題 其實趕快把這些進度趕快超前 我是覺得是最好 是 那之前我有講說 在高雄火車站周邊 有很多商圈 那很多商圈都已經沒落了 那時候我有一直在質詢 有講說 在這個廊道不只是廊道 其實很多因為在鐵路兩邊 都是古堡路 那因為他們停車的問題都很大 因為經過還有商圈 那是不是我們要利用這個原道 這個廊道 可以整個商圈 是是有跟那個交通局來做協調 還是都我們講講而已 九尾火車 有嗎 有這個規劃嗎 這部分是分路段在跟這個交通局在做檢討 那所以還沒有檢討出一個一個結果 目前應該是還沒有確定的方案 那希望這個趕快檢討 趕快如果到八月十五之後 可以趕快給我給本席資料 好的 很多市民都想要知道 很多里長都在反映 他們就沒路人停了 好不不然比較有釋出這麼大的空間 我只剩這次而已 所以你們好好的一整個 好 好 我再請問一下 那 那個鐵路地下外邊71基 71基他在 上次下帶的時候也是積水 我想要請問一下這個是地震局還是水利局 那個局長先請坐 那個71基這是地震局 那我想那個在那次的大哈尾之後 結果那些都積水 到底是我們的排水的系統是有問題還是怎樣 因為那感覺整個好也感覺做好而已 但是還會積水 是不是有這樣的問題來 請局長答覆一下 請我們地震局陳代理局長答覆 簡單就好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曾議員 當時自由復興貫通之後 因為中間它原道 目前是公務局性工處在施工當中 那522那個下雨的時段 有部分的水從原道1到自由復興路 那我們就協調性工處 他們去檢討是什麼問題 後來把那個節流溝做完以後 以後下雨後面就沒有這種現象才發生了 那個因為我服務處在那邊 所以我很清楚 那希望這個要趕快解決 因為你趕快做好而已 不是人家的騎機說 趕快 趕快做好而已 趕快再積水 現在原道新工處有做一個節流溝了 那還有一個問題 那個你們七十一期 那個那個重劃 之後有很多工程都去搖到監視系統 之後造成很多理都監視系統壞掉 小貞也要跟他們回合 這個要盡快吧 好 只要要調都調不到 還有包括那個養工處也是 養工處我們現在九樓路這個景觀改造 也有的都歐重 結果監視器要調都調不到 那希望那個那個市長 你跟歐派的你 雖然是平常都是市政府 也要趕快人家處理 要不要造成我們警察局的壓力 好不好 這一點拜託一下 好 好 請坐 那我相信 我還說那個公務局 那個我們九樓二路景觀改造 我剛剛是嚴重的delay 你也知道我們紀錄里路 全部都是店民 那因為在做景觀改造 就整個都歪起來 包括學務上也歪很久了 是有嚴重的delay 來 請那個局長答覆一下 請公務局黃代理局長答覆 到底當時才會再來完成 已經拖很久了 謝謝主席 謝謝甄源 九樓二路的這個人行道的造街工程 確實它進度有一點延緩 那是什麼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那個地下管線的 這個遷改造成了這個進度 我每次都沒什麼在動 沒什麼工人在動 到底是 應該給它推一下 要不然人家店街要怎麼叫人家 要不然要補償 要不然什麼會 這部分我們會跟管線單位來加強聯繫 原則上它 到底怎麼時候可以全部的完工 全部完工是在明年六月以前 對 明年六月以前 可以提前的啦 可以超前的 當然那是我們的希望 那個市長 我好像這拖要拜託一下 那小孩沒人家的生意都不用做了 我們也是要顧不動的 好 再來講那個 我上次有爭取到那個中華地下道甜品之後 好 因為我們的山德西街的 就鳳北里這裡的里面 他也要跟他們不管是要帶孩子 要上課 要三民國小 好 現在不是說要貫穿那個山德西街中華路嘛 那現在已經開始在做了嗎 跟議員報告就是 中央分向島的部分已經施工完成了 當時可以完成 現在我合資 如果整個放在合資上面可以運作 那當然就可以開放東西 那我希望可以趕快盡快啦 好不好 不然你現在有在那裡 說實在 本來兩線道 現在變一線道也是都會造成交通俗篩 所以你們要趕快趕進度啦 好 那包括那個人行道 他們本來預估是三民 跟議員報告 那個圍起來在做的部分 因為已經完成了 所以那個車都開放了 開放啊 開放是希望是盡快啦 對 那包括他們人行道 你本來郭道是三民 他們自己要建議說 看不會寬一點變成四民 像這個要聽從民意啦 好不好 那我希望說這裡所有的工程 都可以趕快來盜處理 讓這個鑑定小孩完成 不然我們都交通黑暗期 要做生理沒辦法 交通也混亂 這樣好不好 那個市長再拜託一下啦 好 請坐 那我其他的時間給我其他的同事啦 謝謝 呃 一個問題就叫我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提過 但不見我們市府這邊有回應了 我不知道楊代理市長 你知不知道前陣子我們消防局 有發生一件很重大的車禍 那我不曉得這件從你代理市長 上來以後有沒有去追蹤 這件事情的後續 甚至是我們消防消防人員第一線的作業環境現場 有沒有去檢視它 未來該怎麼改善 改善我們消防人員的作業環境 市長 請楊代理市長答應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呃 消防局這個消防車出勤的時候 有沒有去檢視呢 所以我希望我們的消防局要將這一個檢討報告 能夠有一個檢討報告 檢討報告我現在在那邊看到 市長 我想我們要的不是消防檢討報告 而是說怎麼去改善 怎麼去改善我們的作業環境 從發生那時到現在已經有好一段時間了 那我要拜託 其實你看我們今天全部都用拜託的 所以市長不要讓我們所有第一線人員 這麼的辛苦這麼的委屈 還要讓我們來用拜託的 本來就是你們該做的事情 6月6號以後現在全部斷線了 沒有再檢討了 現在完全全部都是變成 我們第一線人員委屈求全 甚至是我們去妥協於你們的體制 局長 你也是從第一線人員上來的 我想我們的作業環境有很多需要改善 包含我們的消防車出勤的時候 所有的人裝備該怎麼上升 然後再怎麼樣 是到現場還是說我們要怎麼做車 到現在為止不見你們改善 我覺得這個還蠻 蠻訝異的 作業環境是我們工作人員基本的一個 最簡單的一個要求 我不曉得局長你怎麼看待這件事情 局長 請消防局蔡代理局長答覆 這件事情我提過很久 你們都沒有人來說明 謝謝主席 謝謝李雅敬議員的關心 有關於這個案子 我們是非常用心的來想來改善 給人安全是天使 救人苦難是菩薩 怎麼改善 你們完全沒改善 本席繞過一圈了 你們真的沒有改善 所有的作業環境變成是 我們人要驅救你的車子 驅救你的體制你知道嗎 所有的制度都是人訂出來的 怎麼最後會是人驅救於體制呢 你完全沒有幫我們第一線人員去爭取啊 局長 報告議員 是我代理消防局局長 我就推動我們本級一個安全第一的運動 最主要就安全第一 超前部署 然後就確保安全 局長 我覺得你還是在講關槍關掉 怎麼去改這樣子好不好 你既然都已經檢討了 市長說你們有報告了 給我一份資料 給我一份你們檢討的 你們怎麼去做改善 你們的短中長期怎麼做 包含你們的預算需要花多少 一份資料給我要需要多久時間 我一個月旅願給你 不行 剛剛市長說你們已經有檢討報告了 你剛剛有說你上任以後 其實你就要推安全的環境 我只是稍微講過一下 等一下劉德林議員的直訊時間 我會提到 來請幫我放一下 風往哪吹你就往哪倒 真是佩服佩服 這個是市長 這個是一個很有名的電影 就是說上述大人 風往馬吹就往哪倒 所以我跟市長講 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 行政不中立的狀況非常的嚴重 所以請市長這邊特別要注意 那等一下劉德林議員直訊時間會特別講 你告訴我說 你不知道說來參鄉是不是去助選 我跟你講這個是6月22號賣賣去哪裡 就5點20分 林議員王宮廟 所以這個就是證明我們的區長去參加 助選的一個最好的證明 那這個就是照片 結果我們的民政局呢 局長就告訴我說 因為代理市長當場才是 是之後再處理 所以這件事情就跟他呼呼去 這個就是目前我們的代理市府 對於這些上述大人們 這些行政不中立的 這些政府官員的態度 所以今天包括曾經決議員 等一下劉德林議員 還有本席哦 其實我們都一直非常希望 你們現在是看守市府的時候 你們只需要做到行政中立 連這點都做不到嘛 市長我對你非常的失望 那接下來呢 本席上次整直訊的時候 已經有提到一個額虐事件 當時市長你有說 你要用菩薩的心腸 金剛的手段 結果我在揭露大寮區 有幼兒園不當管教事件之後 沒多久我又接到 林園區幼兒園不當管教的案件 這次是家長組成制就會來找我 來我們先看一下 市長 來幫我放影片 市長他是誰 你知不知道 居然這樣的話 是否請市長回答 請楊代理市長答覆 市長這個卡通人物是誰 這個卡通我從小看到大 我以為你的年代會說小叮噹耶 他最愛吃銅鑼燒對不對 他的手是不是圓形的 他的手是不是圓圓的 是好上請坐 那為什麼這個影片 跟這次的兒女案件有關係呢 就是因為 林園區的幼兒園的小朋友 幼兒園的老師 為了管教小朋友 居然拿膠帶 把小朋友的手 綁成 斗拉A夢的手 告訴他 這是正向的示範行為 結果我們教育局的 承辦人員告訴家長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現在全心在處理 抽議員揭露大寮骨折案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再屈心去處理 社會局的承辦人員告訴他說 這位家長 我們不是已經讓老師離職了嗎 那你們還要什麼 為什麼還會有這樣子的狀況 不好意思 社長 教育局長 社會局長 請你們三位同時站起來 我要讓你們看到 好 是不是請主席才是 你要問哪一位 我三個會一起問 好 那我們請楊代理市長 還有我們 教育局承代理局長 還有社會局的 謝謝代理局長 好 非常謝謝主席 請你們備詢 為什麼請你們要準備備備詢 是因為這個案子 其實是揭露上次大寮時候 我認為不應該再發生的 為什麼請你們站著看 就是因為我上次發現 我讓你們坐著看 沒有用 同樣的類似的案子 大寮發生完 又發生在林園 來我們先看小朋友講些什麼 這個是小朋友自己講的 中班的小朋友 好 功課沒寫 然後 老師 老師怎麼了 老師幫忙 老師幫忙 綁起來 然後呢 可以 可以 老師 我幫忙 你去疊班 叫你去疊班 你去疊班 你去疊班 叫我還是要拋案 他說功課沒寫 手被老師綁起來 來下一段影片 沒有了 這個是最讓我心痛的 因為這個是我陪同小朋友 去林園分局報案的時候 我們讓小朋友親自模擬 老師是怎麼樣綁孩子的 你們在看的時候 我同時 是啊 我不綁你 我綁另外一位注重右教的 雅芬議員的手 那是情景檔還是右衛檔 你會跑 他對頭太大力了 沒有 你會跑 你會跑那麼多些人嗎 我怎麼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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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 撞 四歲 五歲的中班小孩子 局長 兩位局長 老師為了管教這些孩子 用膠帶 綁這些孩子的手 不只一位孩子 有四位五位 總共組成的自救會 是十四位家長 但是 他們今天不敢出面 為什麼 因為 林園已經沒有準公共化的幼兒園了 所以 孩子持續受虐 兩位孩子 兩位老師 綁這些孩子 一位離職 另外一位 甚至 得了 獅多獎 上次 教育局長 我揭露大寮的幼兒園 您知道那位園長 他是高雄市 轉公共化幼兒園 以及高雄市幼兒園的 評鑑建委員 這個 不叫 關商勾結 什麼叫做關商勾結 來 再下一段影片 孩子受虐情勢 我應該還有 還有一個影片 孩子受虐情勢 這個 來 我們放一次 下集中 下集中 你覺得怎麼了 誰被綁起來 兩個人 兩個人 誰跟誰 嗯 過一口 在後面 好 啊為什麼被綁起來 用什麼綁 然後兩隻手就綁起來啊 然後兩隻手就綁起來啊 對啊 然後他們只要插一個手 然後關商勾有兩個手 嗯 那為什麼他們要被綁起來 嗯 好 謝謝 可能聽不沒有清楚 但是這些案 這些影片全部都已經報案了 吼 那我把受虐情勢 我們要考慮的情勢 整理一下 第一個 用膠帶綁手 模仿 Doraemon 告訴這些孩子 這是正向的卡通人物 而且 拉頭髮 捏臉頰 掐脖子 上課不讓孩子去上廁所 讓孩子尿在褲子上 大便 搭在褲子上 跟孩子說 你沒人愛 沒人要 摧毀孩子的自信 吃飯的時候 要孩子一口塞兩顆水餃 一大口的麵包 要孩子站著睡覺 因為孩子中午可能沒有辦法 馬上入睡 說孩子笨 不用鬧 沒腦袋 綁手之後 把孩子趕到別班 跟其他孩子說 你看 誰要收你 誰要愛你 三位 各位政府的高官 各位代理的局處首長 這個就是金剛的手段嗎 我上次揭露 結果我只看到金剛的手段 在對待我們的孩子 所以 我目前時間有限 麻煩三位 針對這些事情 請你們 做出你們的回應 來 市長您先 那那個社會局長 代理局長請先坐 跟教育局長 那楊代理市長請答覆 好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當然我們每次看到這個 都會覺得很心痛 我們畢竟都是有小孩子的 所以我也曾經要求過 對於這種事情 你的曾經要沒有用 局長我時間有限喔 我剩一分多鐘 麻煩你就是簡單講你的心聲 你時間有限 你總是要讓我講完嘛 我讓你講 我讓你講 好 你問我 沒說就沒意思了 好 我給你說 我給你回事 好嗎 不好意思 你不是 韓國語也沒辦法說 我們再來了就對了 你也覺得很痛苦 對不對 我知道邱議員的這個用心 對於這個幼兒方面的用心 所以我非常的敬佩 但是我現在要說的 就是說我代理市長的一個態度 就是要求我們的社會局 跟我們的交易局 對於這些幼托也好 幼兒也好 是 要嚴格的去管理 好我等一下告訴你管理的疏失好不好 市長請坐那局長 教育局長 因為連續兩個都是你們的幼家科嗎 來 局長簡單回應 請教育局成大理局長答覆 謝謝局長 謝謝議長 謝謝議員 這部分我們會來嚴懲 因為同仁有在跟我講說 他們現在正在查證就是相關的 包括有一些錄影帶著監視器在調 因為原方拒絕提供監視器 家長求助無門 找教育局 教育局說不好意思 我在處理邱議員大聊的案子 這什麼教育局啊 來 社會局局長 請你回覆 請社會局 謝謝代理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那有關上次 邱議員有提出這樣的一個案例 我說這個案例 因為我時間有限 對這個案例 如果說 剛剛邱議員有講我們社工所講的那些話 我們回去會再跟我們的社工人員做教育 請你好好教育你的社工人員 因為這樣非常的憤怒 那我們這個 這個司託的這個聯合機場 我們到目前 上次市長有說我們要開聯繫會議 所以我們在7月15號要開一次的聯繫會議 我上次質詢是6月25號 今天質詢是7月7號 所以你這樣子已經有連續兩起額虐案件 你到時候才要做機場 我覺得 局長你們要好好的檢討 上次市長指示之後 我們就已經在規劃了 市長指示也是因為我揭露嘛 所以我覺得你們的機場是有問題的齁 所以我有三點要求 第一個 目前家長沒有辦法轉班 是因為沒有公托了 但是有些家長擔心孩子還是在裡面持續受虐 他們轉校的轉嫌 請你們協助減輕家長的負擔 第二個社會局 你們該做的是針對孩子的心理輔導啊 目前很多的孩子晚上都有做噩夢 磨牙一些心理創傷的跡象 麻煩社會局擔起你們的責任 不要忙著甩鍋 不要忙著告訴家長說 你不要來找議員 這是不對的 面對問題解決問題 第三個 我要求社會局跟教育局進行 全市脫英中心跟幼兒園的聯合機查 加強查查 而且不得洩漏風聲 請正風處嚴加查辦 因為目前很多家長都說 他們的查辦都有人洩漏 所以市長你只要答應我 第三點你可不可以做到 請楊代理市長答覆 可以嗎 可以 好 謝謝 那我時間給梅娟議員 好 謝謝 謝謝我們總長給我們的時間 那我想剛剛曾總長講的 我們的政策是延續的 不管是不是代理 所以今天我要講的幾個議題 其實都是舊議題 但是都沒有執行 所以我們不得不趕快再借個時間 我希望代理市長你要 剛剛你又講 我們要有所作為 那我想我先提高捷橋下的這個 加昌路18項的籃球場的 加設為例 這個就剛好是我們加昌路 要左轉進來匯豐社區的時候 剛好這個時候是高架 高架的那個捷運 那下面剛好有一個籃球場 右邊這邊是公園 那因為這邊很多小朋友在玩 那車子也是都從那個加昌路彎進來 所以這邊打球 球常常跑出來路邊 然後車子有時候騎過來 就撞上了 這邊已經出了好幾次的交通事故 那當時我們已經有 會從養光處去會看過 那也承諾說 這個地方要加設一個網子 讓這個球不會跑到馬路上來 可是這個案子 從去年到今年2月份 還會開的時候 還說要幫我們加裝 可是現在已經7月了 因為這個每天都有人在使用 這個安全的顧慮問題 我也在這邊跟我們的楊市長 我可不可以請你這個地方 跟我們承諾一下 這個案子有沒有辦法馬上做 因為我知道估算好像 大概不到30萬嘛 那有這麼大的困難嗎 我覺得我們的學童 還有我們運動人員 跟我們機車組的安全 是不是應該要馬上來執行 從去年底講到今年了 來 市長 請楊代理市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梅絕議 您剛剛說了 從去年底到現在 那我代理才三個禮拜 所以有一些事情我可以盡力來做 尤其秀向這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認為你說的有道理 因為旁邊就是馬路 那麼籃球如果 如果丟到這個馬路 就是危險的狀況 所以我請我們 這個應該是哪一個局處 養工處 請養工處 可不可以馬上加工 我們在 歇任交接前 因為這個是涉及到公共安全 能夠將它設置完成 好 謝謝你 8月15號以前 我要看到成效 然後再過來就是崇愛公園 崇愛公園它的周邊 環繞了好幾十棟的大樓 那因為過去的舊市大樓 都沒有機車的設置問題 所以現在延伸到現在很多的機車 都沒有地方可以放 那最方便的都是放在公園的旁邊 那因為那時候就是放在這個地方 那時候2009年的時候都放在這邊 結果常常被取締 那後來居民就一再地成請成請 後來我們就在這個公園的內縮 這個地方人行道 我們有做了擴寬 但是沒有想到擴寬之後 增加了三米 就是變成三米之後 它一樣還是不能停 那所以居民就一再地成請拜託說 因為這個公園 這個公園是這樣的帶狀 那周邊全部都是大樓 我想福山也是全國最大的 你們應該都知道 所以那邊的一棟大樓 都好幾百戶的人家 所以他們的機車根本都苦無地方 可以停放 那過去後來我們也陸陸續續 記得那時候好像黃委員 黃昭遜也跟著我們一起 都把這個地方都做了解決 唯獨這個巷子那麼小 還是沒辦法解決 就是我剛剛秀的地方 所以那時候 去年也是去年年底 我們也會同了民政局區公所 來建議說 是不是再一次地把這個公園的內縮 把這個路 人行到擴寬之後 能夠經過養公署同意 讓他們放上機車 那一次會開完之後 民政局也同意要內縮 然後養公署也認為說 如果寬度夠 足以讓我們停放機車 而且能夠通行無暢的話 是可以被允許的 但是到現在還是沒有看到夏文 那時候我記得我們跟我們的 吳區長 那時候也有講好說 那時候的我們曹局長也承諾 說一定會做 那這個要提電付款 但是顯然到現在 電付款我們並沒有看到 所以楊市長 這件啦 和剛才那件 其實這都是小事 也不應該 也不需要拿到這個總質詢來講 我們部門執行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但是到現在還是沒看到夏文 然後這個也都是 攸關我們市民的權益 讓我拜託我們的楊市長 這一個有沒有辦法 趕快也在你的任期卸任之前 趕快有一個眉目好嗎 因為這個預算大概80萬 也都是小數目 小事情 用在這個 你這個大人物幫我們承諾 不是 那個是民政局的 請民政局弱代理局長 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這個部分 我想陳議員非常關心 之前我們也打悟說 要需要電付款來處理 那現在電付款我們已經 已經有通過 謝謝議員 通過了嗎 可是那件我問說沒有啊 沒有 剛剛 那我跟報告一下 就是他改造說 因為他本來是2.95公尺 那我們在設施這個停車場 機車停車場部分 至少要3.5公尺 所以我們要稍微跟他整修 那這個80萬的部分 我們會給那個區公所 盡快的給他 然後區公所 施作完畢後 我們一起交龍局去發設 那也可以在楊市長卸任之前 給我們完成嗎 我們會馬上處理 好 那我就看著 我現在可能看 反正我還會繼續做 謝謝 我想這種小事情 提到這個總質詢來 坦白講我們心裡也蠻難過 不過政策是延續的 這個就是韓市長的時代給我們承諾 但是很可惜他現在不在其位 我拜託你們代理也一定要持續 然後我再過來就是講 一樣是我們韓市長 當時到我們南子區的里長 座談的時候 我們就有兩位里長 南田里的謝里長 跟我們的翠平里的陳里長 有特別提到說 這個跨橋 是不是能夠做一個人行 自行車橋 因為這邊是疫情橋 只能夠車子跟機車通行 但是人行走在上面是相當危險的 所以那時候有建議說 是不是跨一個橋 能夠讓他們到這個 翠平國中小這個位置來上課 那當時 學校在這邊 學校在這邊 那通行 那因為這條路 當時我們也請新公處做擴寬了 那這個案子 在市長當時在禮物業會報 也承諾要做 那前幾天也有做過會刊 這條路 但是因為這個地方 我們未來 翠平里 再是南梓區的第二大嶺 那這邊都是大樓嶺 後來我們的橋頭新市鎮 可能這個地方也都是 很多的大樓會出來 那因為我們的翠平國中小 剛好位居在這個位置 所以這個地方通行 有利於這邊的孩子 能夠到翠平國中小來上課 但是這邊的小孩 可能要過來也是要繞一大圈 所以那天我在 在租屋大會的時候 有三棟大樓 特別在跟我陳情說 有沒有辦法用我們的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的經費 上次我也跟我們水域局提過 那時候我們的中央補助總經費 大概是八九千萬 但是你們招標的總經費 只有六千多 應該還有結餘款 將近兩千多萬 我也希望說 當時要求你們在做 後進行的欄杆的改善以外 是否還能夠有辦法 再做這一個人行自行車的便橋 未來這邊的小孩子 能夠順利 跟包括這邊能夠通行到 我們的翠平國中小來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大議題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來 請我們楊市長 這個案子是不是會後 你們去討論一下 當然我想這個不是馬上講 又可以做的 但是我希望納入我們這一次的 全國水環境支援這個計畫裡面 是不是能夠把它一併地 跟這一個道橋 兩個橋一併地納入 好不好 那我想這個 因為時間關係我講快一點 然後另外這邊就是 它邊邊有一個綠帶 也希望我們養工處 盡快去做綠化 他們不做停車場 因為本來要規劃停車場 那住戶希望能夠規劃成綠帶 那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我想會後 請養工處趕快能夠去做 所以我們後續 今天要能夠提報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裡面 納入這個橋 然後我們這次的提案 希望變橋能夠 兼顧到學童的 通學的安全跟便利 還有自行車能夠通行 那後續的維護 我當然我想這個要等做以後 我們再來討論了 那再過來我要提的就是 我們男子車站 男子車站 男子車站剛好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鐵路局的地 這邊是財政局的地 那今天我們要討論 它的一個環境公共設施 那這一塊綠色就是鐵路局 這一個藍色就是我們市政府財政局 然後這邊有一棵老榮樹 就是這一棵 這棵相當的茂密 那因為它是有經過我們 列館為特定的紀念老樹 所以要修剪都一定要經過 農業局的同意 那因為它長得太貌密了 貌密讓我們已經把我們的 這個車棚都弄壞掉了 你看都壞掉了 都折損壞了 然後它的東邊 這塊地 未來我們是準備要做那個 U-bike C-bike U-bike 對不起 U-bike 那因為它的榮樹 還是貌密到這樣子 甚至把這個 你看這個圍牆 本來有一個圍牆 結果因為這個榮樹 把人家弄壞掉了 結果這個圍牆 扭的牆也破了 那當時我們一直在要求 你看它這個已經下垂直到這樣子 然後這塊地 就是要做U-bike的 也一樣 你看都下垂直到這樣 可是 現在我們就一直在講 這個老榮樹要修 要榮業局同意 結果我們里裡面 里長一直提出來 希望趕快修這棵樹 因為它已經危害到我們的 居民的安全 可是 榮業局說 不准 不准修 修是鐵路局修 但是榮業局不答應讓它修 結果怎麼辦呢 那就被綁在那邊 因為它就是一個紀念老榮樹 所以這個問題我先提出來 市長 待會我希望你能夠給我們一個答覆 看看怎麼處理 然後它那邊剛好就是 南紫新路151號的巷內 這一塊的土地就是 這邊就是那種財政局 剛剛我講的 秀的 藍色的那個部分 財政局租給我們的市民來租用 地是財政局的 但是它這邊的生活品質相當的差 你看它這個電線桿 電線砸成 變成 你看這樣很危險 那個電燈都是護掛的 然後包括還有這一個 尤其這個插口 然後有一個探照燈 這個燈還更扯的是 上一任的里長 一位女民一直反映說 沒有照明很危險 所以里長發錢去做 結果他落選了 就把那個電燈扯燒了 現在更往心裡 你又爭起了 這就是我們的公共設施 然後你看還有一個更扯 這個老農村旁邊的路燈 是用這樣子的 然後用這樣 倒在那裡在照明 這個沒有安全走火的問題嗎 這個很奇怪 我在想說這個是財政局的土地 那既然我們是 租給了我們的市民使用 但是它的公共設施 這是不是應該要完善一點 有時候用青菜 拔拔給它掛掛 這個住在這邊的居民 的身上安全 誰來保護它 這個我也等一下 請我們的市長 你也答覆一下 這個該怎麼來改善 那它這個是有路燈編號的 這個應該是養工處編的 那再過來就是 他們的後面 整個這個地方 有一個 唯一比較空廣的地方 其他裡面都是小條航路而已 環境不是太好 那它這個地方有一個高低差 那一個高低差 這個地方這是財政局的 這個地方是鐵路局的 這裡有一個白錐 白錐這裡都破洞了 就這條排水到這個地方 前面就沒有了 到這裡小位置裡面 就是這樣 轉過來就往這裡面了 然後這邊又比較高 而且這邊是鐵路局的土地 這邊是我們市政府的土地 那有一個高低差 然後那個排水的系統又破洞 那曾經也請了我們市政府來處理 用修補的方式 但是還是沒有好好的去做徹底的修 所以這是有關於我們市民 它生活的環境 我今天要說的就是 既然這是我們在政局的土地 我們正式組合 我們在裡面 我們在市民 那也是有副租金的 那雖然那邊的環境 其實坦白講 應該要好好的去做維護 包括它的公共設施 還做到這樣 這 楊代理事長簡單答覆 那個謝謝主席 謝謝美建議員 我要跟美建議員先報告就是說 第一個我的代理團隊 沒有當機 也絕對不會當機 所以 你所建立的事項 我們會積極來處理 包括像這個地方 我也請我們的副秘書長來邀集 由我們的財政局來當幕僚 邀集我們的農業局 公務局 水利局 環保局 以及鐵路局 來做一個會勘來解決 以上 有啦那個農業局已經主管機關的立場 請監管機關台鐵局 有曾經事業分子都修過 那再利用這個會勘再去看看 謝謝